昨天不是眼看着这家伙都好了吗 为了他的这个眼睛更快的康复啊 所以咱们就把他转出来 拿到这个笼子里来养了 没想到我 把他拿出来在外面待了一天 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他状态不好了 立马给他送到保温箱里去 这也是在保温箱里保了一天了 也是给他喂了一次感冒药 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呀 这到了晚上 精神越发的违靡了 甚至他的懒得真眼了 老伙哟 也没给他吹空调 我把他拿出来都是放在外面阳台的 算说最近咱们这儿没那么热了 但是也有个三十几度啊 白天应该关系不大 可能是晚上吧 晚上也是有二十八九度的呀 我今天早上起来送小孩读书 七点多 发现他状态不对 就把他送保温箱里去了 这都一天了 期间他也没吃饭 给他打了一次来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给你关一下 去吧 你可别出事了小伙子 我还等着给你接种啊 明天早上再来看他 时间过去了一晚上 这感觉不对哟 他这个精神越来越差了 而且他站在我手上 掂掂着好轻啊 本来眼看着就好了呀 早知道就不把他拿出保证了 之前我看他那个状态嘛 想着拿出来眼睛好得快一点 一天时间 掉了两颗毒 他都不动了 饭也不想吃了 这可不是个好的征兆 四郎也是空的 先给他打点奶 保存一下体力吧 这里面就没给他加药了 就放了点解质 咱们每天给他喂药是有分寸的 不是逮着就是一通瞎喂 弄不开你 张嘴啊小伙子 给你弄点吃的进去 这样你才有体力啊 好 别动 哎 哎 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哈 来咯 他挡了一半 差不多也就一毫升多一点点吧 哦哦 这个场景我很熟悉啊 这一旦开始发呆了 就不好考虑 不至于的嘛 本来都要好起来了 你这一下又搞得这么严重 给我搞懵了呀 放他回去 等会儿再来看他 我把菜买回家 去看到这一幕 嗯 接受不了 什么个情况里 他都硬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呀 很亲人的一个小伙子 但是留不住 可惜呀 赶紧吃 吃完带你们俩出去溜达一趟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山清水秀的 而且又在我家对面 也是时候 该把他们两个放神了啊 最近天气也是慢慢的凉快下来了 这两个家伙天天也暴躁得很 关在一起要打架哟 这个小伙子 他就一直追着他兄弟打 都是一起长大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把他们俩带出来了 不会开门就跑了吧 这两个家伙是一点都不亲人的 特别野 会吃会喝 平时这个蟋蟀我都是放的活的 直接丢保温箱里去的 他们自己会啄着吃 现在天气凉快了 就该放了 之所以把他们放对面这个竹林 第一是离我家境 然后第二的话 远离这个狗喜鹊啊 放楼顶不现实 放楼顶怕他哥把他们弄来吃了 第三就是知道他们在哪一片 还可以给他们带点吃的过来 喂一喂 去吧 小伙子 这下回归野区了 记得要走位 随时小心一点 知道不 你也去吧 这下就不怕你兄弟欺负你了 天下之大 你们俩各哄各的 走吧 小伙子 没吃完的蟋蟀 给喜鹊带上来 过来 问我养蟋蟀来干嘛的 这下就知道了吧 就是给他们补身体的 这玩意我也不可能吃 唯一的解释就是给你好吃的嘛 哎呦 我发现我这个蟋蟀好像有蛋了 大哥的嘴边全是蛋哦 呀子 你这一口吃下去 吃了我上百只蟋蟀啊 看他 要在我身上晒太阳了 哎 屁股一掘 就拉一泡在我身上 水给他放好 每天都得给他把洗澡水放好 随时随地 他都要洗澡了 好了 来洗吧 来呀 以前他就喜欢我这么给他浇 相处这么久 大概真的是把我当同伴了 如果哪一天他突然不见了 可能我还会想他呦 好了 你自己来洗吧 我走了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见外了 洗个澡都不给看了 还必须得我走开了 他才过来洗 前段时间丢了几颗鱿蟀蛋进去 分了十几天了 我都忘了 今天早上居然发现他破壳了 观察了一会儿 看他在这顶这个膜没顶破 还是忍不住给他开了一个小洞 看到没 他的小嘴在里面巴拉巴拉的 应该是知道自己快要出来了 在这高兴呢 说到浮安唇蛋 就不得不提下大黄了 咱们也给大黄检查检查 看这个蛋什么情况 照理来说 应该这几天也要出来了 先拿个手套给他们堵一下 因为被两只木鸟轮着咬的话 我估计我这个手肯定是要不了了 我发现这个蛋壳也碎了一点 不知道是在捉壳 还是被大黄它们提成这样的 算了 也没研究出个好歹 给它们还回去了 让它们继续扶着吧 反正都是给它们扶着玩的 能扶出来就扶出来 扶不出来就算了 到了晚上 听到这里面在叫 果然和我猜想的是一样的 居然已经出来了一只了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给它开动的那个呀 是另外的一只 而且这家伙是自己出来的 这蛋壳一圈全是它自己捉开的 这兄弟什么情况呀 一天了 一点变化都没有 难道说你还不急着出来吗 不管它了 咱们看看这小伙子吧 这可是个真的小伙子呀 这颜色我就知道 因为菇的鸳蠢出壳就是花的 母的出壳是滑色的 现在看起来还是蛮可爱的 等过几天以后就会变丑了 现在八点多了 刚刚打开孵化机检查 发现这个家伙也要出来了 这小伙子就是早上给它开了个小洞那个 熬了一天了 它终于舍得要出来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破壳瞬间吧 甘像灯似 bur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一点点在这连着 一直顶不破 我决定帮它一把 真的是看得我太着急了 好了 这虾应该可以出来了 滚到这边来了 应该是要出来了 来到这时间走一趟是真的不容易 它现在都已经没劲了 哎呦 一下就给踢开了 恭喜你哦 破壳成功 真的是已经用尽它全部力气了 整个鸡都已经摊在这了 这只看样子应该是个母的 好了 把它放回去休息了 几个小时以后就能起来跑了 40天以后就能捡到新鲜的鹌鹑蛋吃了 想想都开心 这小伙子先出壳几个小时 现在都已经很硬朗了 这样看起来还挺帅的啊 剩下的这几颗蛋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破壳了 这个已经捉了一点了 看明天能不能出吧 反正这玩意儿也是复制完的 一切就随缘吧 这个玩意儿也是复制完的 ? annat